這段是要說明一下這個PHPV3的一個風格的一個修改 就是去掉這個左上的那個Logo的圖片 只留下論壇名稱 的那個文字連結 就是這個 就是說你安裝風格的時候他 這個 左上角會有一個這個 把這個去掉 然後只剩下只留下這個文字的這個 這個Logo 文字的這個論壇名稱的這個 連結這樣子 那這一篇的那個 教學網址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那也可以點一下這個紅色按鈕訂閱 你剛接觸這個 PHPV3嘛 你把這個論壇架好之後嘛 你要去搞一個這個 那個左上角這個Local 其實還是有一點難度 就是說 那你乾脆就把這個 這個圖 這個把它去掉 就不需要 這樣子 那只需要把 那只需要把 因為他這個 我們要了解一下這個 左上角這個 這個 這個 圖片是幹什麼用的 他是用來返回主頁的 他是用來返回主頁 比如說你有的時候你點一點嘛 你點進了一些 那個 點進了一些什麼 頁面啊什麼的 然後 你要怎麼返回主頁 就是點這個 點這邊的這個 這樣子 所以說一開始你 論壇 那個 基本上你弄得差不多 你要去 弄一下這個 左上角的這個Logo 的圖片 但是你假設弄不出來 乾脆就把它去掉 只剩下這個 論壇的名稱 的那個就可以了 他的他的 就是變成一個文字的連結 這樣子 好 那你要有一個文字編輯器 比如說 諾佩++ 那我們把它打開到這個 你目前使用的風格嘛 然後這個 這個 Template Template 就是那個模板 Template Template 這個 那個2的音 Tem Template 就是模板的意思 然後 這個檔 他就是所有 Overall 的那個 head 我們要 就是說因為他這個是那個 老外的那個程式 我們要了解一下 那個英文 Overall header Header這樣子 整體的那個 全部的那個頭文件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我用這個做範例 用這一個 這一個我記得是裝 你就知道那個Style 下面 就是你用那個 連進了嘛 那在這個 因為這怎麼講 因為這個 這個工具有沒有 你那個論壇傳完很少在用 所以有時候會忘記 所以說我這邊再提醒一下這個 上面的這個是樹狀圖 樹狀圖 那你要看一下這個是遠端站台 是指那個 那個 主機托管的那個伺服端 那這個是我們本地站台 就是你的電腦 你要看一下這個路徑 路徑 然後你點一下這個 它會把這個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內容顯示出來 在這邊 那這個也一樣 那我是指到download了 那我先把它指到桌面 這個 桌面就是那個 Desktop 這個 那download就是這個 這個是文件的 Documents 這個 那我現在把他 登錄到那個桌面 這樣子 由桌面打開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到這個Style 10這個 點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會變成這個路徑 注意看一下這邊 路徑 樹狀圖 遠端站台 那就是這些的東西你要知道一下 這樣怎麼用 那我記得我是裝這個 那這個風格的安裝我是在 假設你是直接跳著看的話 你要注意看一下這個 我在這邊都有Key啊 就是這邊的這一些東西 大概是 這兩個 這兩篇要看一下 那這一篇我會把它補在這邊 這樣子 我記得是這一個嗎 我用那個 這個 但是它是這個繼承的 那個 Pro Flat 還是ProFlat 還是ProProFlat ProFlat ProFlat 那個Pro Flat 這樣子 我們要查一下看是什麼 怎麼唸啊這樣子 我們把它弄一下 好這是這個 Temper 這個 Temper 然後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文件 我們把它當錄下來 當錄下來之後我們用那個 這個諾佩加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這個嘛 到這裡 然後向下拉我們會看到這個body 就是指那個文件的部分 然後這邊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這個 這個會比較常用到 這個A HTML的A標籤 這個A 然後配合一個這個 HREF 就是超連結代碼 好這 就是說這一串的代碼就是一個超連結 這個是頭 一個是尾 這樣子 我們要知道一下那個超連結代碼 就是A標籤 然後A標籤它裡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函數代碼 它使用的那個 那個指令 A標籤裡面使用的那個指令 HREF就是超連結 超連結 這個A標籤它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指令嘛 那只要看到這個就是 超連結的意思 這樣子 然後它包起來這一串就是 它我們只要點它裡面的這個東西 它會超連結打開到那個網址 是這樣子 那這個 這串的意思是那個Local圖片的顯示代碼 在這裡 它現在是用那個CSS型 的方式 這樣子 超連結 它就是這個 這串會顯示在 顯示出來的一個代碼 它是用這串來 包括 這串 那這一串的意思是那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Site name 就是指那個論壇名稱 在這裡 它是在這 它是指這一個的 它是指這一串 然後 這個 Site Site 那個 第四 第四 我看一下 那個 Description 那個描述的意思 Description 描述的意思 Description 那個 Oh 規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對 描述的意思 這個 地方 描述的意思 它就是這個 這邊的 這一串 這樣子 Description 我們要知道一下大概是這 四個 這樣子 這四個 好 那接下來就是把這一串刪掉 我們 要把這一個碼 我們現在要把這一個 變成這一個 去掉那個圖片變這個文字 那個你的 那個論壇名稱變超連結 那 在前面有說過它這個的意思就是 比如我順便點到 某一個地方 那我要怎麼反回主頁 就是點這邊 這樣子 你點到其他的頁面或什麼的 就是點這邊 就可以反回主頁 它的功能在這裡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弄一下 然後把它替換成這一個 我們把這個刪掉 這個刪掉 看你是要用那個Delete鍵還是用這樣刪除 這樣子 然後把這一串 Copy過來 減下 然後 貼上 貼在這裡 然後這一串的控板 我們把它去掉 這樣就好 然後儲存 好儲存一下 然後再來上傳 上傳 那有沒有改到 看這邊 最後的修改日期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最後的修改日期 你就是點一下就知道了 沒有刷新嗎 等一下這個 刷一下 有了 這個是那個刷新 重新整理 就類似那個 我們瀏覽器的這個 這個按鈕 重新載入此頁面的意思 它兩邊會刷新 因為它是處於那個緩存的狀態 有了 你就點一下刷新 這兩邊它會重抓 那有沒有看到那個最後修改日期 你點一下 它就會拉到最上面 你不用向下這樣找 這個地方你假設要用那個A到Z的那個排序 有大到小的那個排序就點這邊 它會 ABCDEFG也可以 它是這樣排序的 這樣子 它就看了下這個 有了 這樣子 好 那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我們點那個 看一下 喔它還沒有改 我忘記那個密碼 查一下 因為它要那個 記得是這個吧 那個忘記 登錄後台 那個登錄後台 CP這個 那個我已經登錄了這樣子 然後你要這個清除快取 因為這個是要那個 解說啦 我要用這邊的圖來解說 所以說這個頁面弄得比較小 這樣子 比較方便解說 要點擊一下這個清除快取 要點擊一下這個清除快取 那在一些前面的文章有說過 就是說 它這裡面就是說你要給它點一下這一顆 它會把那個 cash的這個資料 刪掉 它會把這個 cash 這個 緩存的裡面的資料刪掉 那你才會重建 這樣子 這樣子 OK 要點一下這個清除快取 這樣子才會顯示 然後你才能重建那個 緩存資料夾 那個緩存的那個資料夾 就會有在這裡 這樣子 但是這個 呃 看一下 那個排輪跑掉 看這是什麼問題 這個地方要刪掉這個 看那個 Style 這個要刪掉 要不然它會那個把這一串把它 替換成那個 這個要刪掉 就是那個它會抓那個cash的那個Style 那個 那個 樣式的那個腳本它會去抓 所以要刪掉 這樣子 好這個地方 然後 再上傳一次 啊那個錯了 要上傳到這個Style的 這個下用 這個下用 然後再到後台 等一下 一起清除 那個清除快取 OK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假設你要把這個 再把那個字弄大一點 有沒有 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查一下那個代碼 或者是你這個整 整串刪掉也可以 比如說你的網址是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那個A標籤的那個 代碼 你的網址是這個嘛 你論壇網址是這個 你熟一點的話 就是它這個是那個A標籤代碼 你這個刪掉有沒有 刪掉這樣子 這樣也是OK 它就是一個A標籤 代碼然後 你在這邊加一下那個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樣式的 稍微暫停一下 我忘記那個代碼 我要開一下 好 那個就是這個 Font FontSize FontSize 14px 這是那個字體大小 這樣子 我要把它改一下 這樣子 把它弄大一點 好 這個是用那個 SPAN 加一下 Style Style 然後 這個地方 22好 這個地方不用那個 分號 這樣就可以 然後這個 這裡 這一個 然後一個結束的 SPAN 這樣子 上傳一下 總是套用好了 總是套用好了 看一下 不是那個 清除然後點一下這裡 看一下 那個太大了一點 16 18 這個地方 這是那個一個 那個CSS的 他這是屬於那個 坎路式的 就是直接 直接那個 直接寫 直接寫的 在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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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這樣子的話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忘記了 因為他這個地方 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他是使用這個 H1的 應該是不會那麼小 不用加 我差點忘了 他這裡是那個H1的 那因為剛才是 載入那個標籤所以才變那麼小 應該是不用加 應該是不用加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不用加 因為他那個有一個那個H1的那個基本的那個HTN的代碼 應該是不用加 用H1的那個大小是剛好 那個太小了 那個太小一點 還是16就可以了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H1把它去掉 去掉H1然後 這地方用18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是包含到這一個 所以說這個H1要在 我這地方框錯了 這個SPAN是要到這裡 要不然是會 包含下面這個也放大 這樣子 改這個風格 本來就是要 那個一直踹這樣子 看一下 喔對 看一下會不會太大 那這樣子其實 下面這個的話你如果要改成別的有沒有 喔 看一下 還OK啦 那你可以再把它改成16 16 再改16 這樣 因為我點到那個 我壓到那個放大 所以奇怪怎麼 18還會那麼大 我去壓到那個瀏覽器的那個放大 看一下 喔這樣子 164還可以 我們在4的時候還要在 你原則上你要 試一下那個 Colong或者是 還有那個5R跟那個IE 基本上你 修改風格的時候 這三個瀏覽器你基本要 RUN一下 16其實還可以啦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樣應該就OK了 大概是這樣 那你沒有改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那個論壇名稱長一點也可以 像這樣子也是可以 他的主要用途就是用來返回首頁的 這樣子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點一下就是返回了 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一個A標籤 這樣子 然後外面我再加一層那個Style 那個樣式 CSS樣式 把它設成16 這樣子 好像 這一色 就這樣子 好 那這樣修改就OK了 就是針對這個 左上的這個Local的部分 好 那這一段的視頻解說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